南韓生产的K9自走炮和K2黑豹战车 整齐排列在港口看起来十分肃杀 这是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 稍早和南韩签署的合约中名列的部分武器 南韩与波兰的这场武器采购案 价值高达137亿美元 不但是南韩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交易 更有机会让南韩一要成为 全球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之一 由于俄乌战事持续进行 以及包括朝鲜半岛 台海及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升级趋势 全世界对武器的需求都有供不应求的现象 尤其是欧洲国家长期仰赖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武器供应 在生产能力限制下 南韩提供的国防产品物美价廉成了另一种选择 波兰可以扮演南韩国防产品进入欧洲地区的消息 加上波兰本身具备的国防工业能力 两国不但可以分工出口也可以合作制造 早远处就是对于武器饥渴的欧洲市场 特别是南韩的武器和美国与北约的系统几乎相融 这也是南韩可以成为继美国和法国之后 北约组织第三大武器供应国的原因 以上华语新闻无设置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